民主的真正的精神 它的核心部分是国民主权 就是人民要是国家主人 人民要对国家的权力的行使 要有真正的决定权 所以对国家权力的行使 要让人民能够有效的产生影响 整个民主制度的建构 就要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的宪政制度 在这种地方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们的立法院里面的多数党 如果跟总统是同一党的话 基本上就像现在国民党的情形 总统不大受到制服 然后立法院里面的多数党 当他有党籍动言的时候 在一些关键议题 他可以坚持到底 所以马总统说这个开锅多少公斤会 审福茂协议 然后之前开过多少会议 但是你可以看到马总统跟国民党党台的态度 就是一个字都不可以改 当一个字都不可以改的时候 纵使再开一千场的共庆会 都是骗人的 都是自欺欺人 因为一个字都不能改 做的不叫审查 这不叫民主 所以我有一阵很怀疑 因为我有仔细研究过马总统讲的民主法制 因为我在大学教宪法 教洗证法 马总统了解民主法制 如果在德文的书籍 英文的书上念到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后来有这种怀疑 他到底在哈佛怎么念的 他比较像是腿涵拿着博士学位来 马总统的民主法制 非常像共产国家 像齐全国家讲的民主法制 真正的法制的核心精神 是要保障人民的基本能权 要让国家不能耽用权力 去侵害人民的基本能权 欧美讲的法制 那焦点都不是人民要守法 而是国家要守法 国家不能耽用权力 但是你看到马总统讲的法制 都是人民要守法 那个是北韩式的民主 北韩式的法制 然后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 是要落实国民主权 让人民可以真正参与国家的重要决策 可是因为我们的待遇制度的限制 这个议场里面 过去又是几年的立法委员 有一些是不错的立委 有些人在这边努力过 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 但是因为制度上的限制 所以有一些个人的努力受到局限 还好这一次 有太阳花学印 它弥补了台湾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缺陷 所以 大家对 所有参与太阳花学印的 学生 还有所有在家里 在媒体前 或者透过这种方式 物资兼权 当事工这些人 都对台湾的民主的深化有非常大贡献 不只是守护民主而已 而且对台湾民主的深化有重大贡献 因为如果只照台湾目前的待遇民主制度 无贸协议 最后就是会照年代通过 而且这个通过不只是经济利益的问题 它还涉及到正式 国家安全很多方面的利益 它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然后 马总统跟国民党说这是行政命令 我自己在教行政法 这个按照法律保留什么事情 要用法律规定 最重要的理论叫重要性理论 像这种影响这么大 这么重要 有这么大重要 这个意思的事情 照欧美的做法 照德国做法 一定是要法律保留 一定是要法律制定 也就是说要用条约令定 所以 马总统 坦白讲 大概都在吃七七的 我很想吃一本 我写的行政法 马总统我急 马总我开一看 我只会帮他推上重点 阿诞太久才验诗了 其实马总统可能也蛮需要念一念 我大赢一献法的奖励 读一读民主跟法治那两张就好了 因为对他的水準的改善 应该会有点帮助 但是向来是有权有识的人 不大听别的意见 你可以看到 马总统江院长的签字越来越小 江院长以前写的有些观念 他的书上写的有些观念是方向是对的 但他真正做了跟他有很大的出路 所以这一次还好大家站出来 而且表现出非常有水准的运动 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到现在 产生非常重大影响 不只是逼得马总统 无法为所欲为 而且对台湾的整个民主法治的发展 跟对台湾的公民教育 产生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影响 因为像我在大学里面 认识很多年轻人 很多人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 但在这一次里面 虽然刚刚谈到说是不是要撑到跨年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可以撑到跨年 他对台湾产生的教育影响是非常重大 但是我想撑到跨年的时候 马总统应该已经投往到国外了 他已经撑不下 江一化到跨年的时候 他已经垮台了 所以你们应该不用撑那么久 但是每撑一天 纵使没有达到主要的诉求 他对台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让很多人觉醒 让很多人对公共事务关心 然后让台湾很多人体会到 关怀 共同努力带来的那种生命的意义跟满足 虽然来参加的人 不一定 你不一定都要很高的标准 但是有的人来参加同时靠着逛夜市的心情 有一部分这种心情 其实这也无法 因为做完这样的人 有的从来不才以公共事务的 但是这一次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奇迹 我喝口水 因为他持续下去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地场里面的摄影镜 最少几十步 人要在几十步摄影机下生活是很艰难的 然后所有的人正常的人都是有血有肉 会有毛病 而且大家会受到严格的检视 包括会有假新闻 或各种抹黑的方式 因为就是因为 各位人努力的结果 带给马正前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你们处造他造你 弄到他真正的痛处 所以他会用尽口 要抹黑你的 所以你会看到那种常在喝花酒的人 罵你们喝啤酒 当然国民党很多权费是不喝啤酒的 因为他们喝比较有水准 他们只喝几千块几万块的红酒 或二十万的酒 啤酒水准太低 而且台湾有些掌握权力的人 他没办法单纯喝酒 因为他一定要喝花酒 他要女人才能够喝酒 所以大家 你会面对各种抹黑 所以大家在一场累的时候 当时间越久 人会累的 然后人会有情绪的 所以要想办法让自己有内在力量 维持宁静 然后不要被外界的抹黑 对各种声音所干扰 只要大家坚持下去 其实你们对台湾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其实所有参议 这一次太阳满血印跟支持的人 他都在写历史 他在写 捍卫台湾的程序正义 深化台湾的民主 正在写这样的历史 另外方面 大家也在写马英九跟江一华的历史定位跟慕志明 因为这个运动的结果 你会看到江一华跟马英九的慕志明 最关键的词就是 无能耐权 血腥镇压 这就会是马英九跟江一华最重要的慕志明 所以 所以大家努力 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快有成果 因为他碰到的是 马江政权最核心的痛处 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害怕面对中国 台湾必须要跟中国 有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来往 我们并不害怕 但是我们害怕的是无能、耐权、愚蠢的总统 为了自己内在一些复杂的利益跟动机 牺牲了全台湾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们要的是 像 太阳马学院诉求的 要让这个胡茂协议 能够公开透明的 按照合理的机制審查 不是送到委员会退回去 或送到宴会表决的结果 最后一个字都不改 这种协议本来就是应该要 退回去重新谈判 不能够像马总统 之前不搞的 黑箱作业 然后最后所谓的办多少会议 都不改一个字 这完全不叫做实质審查 这是自欺欺人的 所以大家的坚持 对台湾非常重要 不只是胡茂协议而已 包括大家会严重的影响到台湾的未来 台湾要面对中国 我们也不害怕面对 但是我们要独立自主 理性成熟面对 不是被少数人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牺牲掉全台湾人民的利益 今天 今天大家在这里努力 虽然攻占地环一场 有人会说你们破坏公物 轻入建筑物 但是 对造起 他对台湾的贡献 这些都是小事 而且在这过程中 大家一直坚持 理性和平非暴力 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今天媒体有人在鼓吹 宣扬说 非暴力路线的限制 有时候要改暴力 但是 我非常诚恳的呼吁大家 不要受那种影响 在台湾现在的情境下 一定要坚持 和平 非暴力 这样才会取得 我们长眼正立 而且 而且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虽然大家有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要谦卑 要承认 台湾过去有很多人有别的贡献 包括立法委员 不是哪个立法委员 都是恶劣的立委 有些是不错的 他们在体制的限制下做了一些努力 但是那个台湾的代言民主制度 有些限制 让他们有些体现 还好 因为太阳发协议 去弥补了这样的限制 但是我们要承认 台湾的法官 台湾的立委 也有一些人做他该做的努力 但是我们要谴责 一些严重的践踏人权 的行为 比如说我自己在教行政法 警察强制驱离 会用到强制力 但是 对手多的 这样的民众或学生 拿盾牌打他的头 打他的身体 或拿盾打他 这是犯罪 这是换伤害罪 江院长 我本来以为他是事例 最近出了问题 但我看他昨天在跟台湾跟胡志强 为了胡帽笑得很开心的时候 眼睛好像没问题 请马总统跟江院长 打开电视看看 上网看一看 报纸看一看 你会看到有没有暴力 有没有暴力血腥镇压 有没有伤害的犯罪 大部分的警察都是很好的警察 我自己有很好的朋友是警察 然后台湾大部分警察是好的警察 但是 不要因为少数的恶劣警察 但用权力 伤害人民 而整个损坏到警察的生育 国防部这一次很明智 国防部不调动宪兵 因为军队是要保卫国家的 今天不要跟人民冲突 所以我们非常肯定 国防部这一次的表现 其实 人能够承认错误勇敢的改错 这才是真正的勇气 如果真的犯的错 不敢承认不敢面对不敢改变 这叫懦弱 所以 其实 这一次 少数警察犯下恶劣的犯罪 伤害到一些手无寸腿 根本没有攻击警察的学生 这是伤害罪 政府应该要处理这些人 不要让他破坏掉整个警察生意 在最后 所有在场的 前后参与的 跟其他在外面参与的 跟支持这些学院的 其实是因为大家的努力 让台湾的立法院 他变得审慎的 变得有价值的 过去在这里 常发生多数暴力 过去国民党 长期再做一党统治 但是因为大家的努力 让立法院这个空间 真的变成比较贴近民意 这让人民 比较可以去影响国家重大的决策 未来十年二十年后 你们会骄傲的 可以告诉你的子孙 因为我们大家的努力 让台湾的民主政治 有重大的改善 让台湾的未来 可以变得比较不一样 让台湾长远 可以独立自主 自由民主 然后让未来我们师生代代 可以过得幸福快乐 我想 就这一点 我非常感谢所有参与的人 尤其特别感谢在这里 很辛苦的伙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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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